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自确定参选高雄市长后 连日遭到对手攻击 6月底才被爆料在美国有百平房产 7月初又被自称旅美教授的翁达瑞质疑学术不伦 对此,柯志恩三日深夜在脸书发文 表示网路天空不能干净一点吗? 宣布选高雄就遭绿网军抹黑 柯志恩轰,网路天空不能干净点吗? 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自确定参选高雄市长后 连日遭到对手攻击 6月底才被爆料在美国有百平房产 7月初又被自称旅美教授的翁达瑞质疑学术不伦 对此,柯志恩三日深夜在脸书发文 表示网路天空不能干净一点吗? 自被提名参选高雄市长 短短几日就连番遭到测译,网军,假账号污蔑 必要时将寻法律途径讨一公道,绝不妥协 柯志恩表示 电视台政论节目 永远是一个负面的讯息附上一个问号 规避法律责任 然后来做讨论 当受辱的一方要做出辩驳时 就搬出政治人物要经得起检验 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以扭曲的事情自问自答 前提设定已有偏见 又汉来公平的答案 根本是在故意搬弄是非 夸大扭曲 误导观众 以达到带风向的目的 柯志恩说 好像你们或其他绿营政治人物从未讲错话 自以为扮演上帝 把蓝营政治人物一字失言都可当成世间大罪进行审判 如此心态时可逼可笑 柯志恩批评 最可恶的还是躲在键盘后的假账号 不敢在光天化日以真名留言 为其言论负责 却只隐藏在网路的阴暗角落 以恶度不实的言论案件伤人或进行网路霸凌 他直言 从过去无数次选举的经验 对候选人破坏形象 栽赃抹黑 不就是网军最擅长也是最廉价的选战模式 连副总统赖清德也曾指明总统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抹黑 柯志恩认为 一个选举曾经的政党 借由掌握庞大的行政资源 对在野党无情的政治追杀 更对异议者施以恫吓 法办 茶水表等手段 最近NCC又以25亿元成立专责机构 想将包括脸书 YouTube等网路平台一一纳管 一夜之秋 执政党对权力的竞逐有多么激烈 又多么担心因对手的挑战而让他们有失去权力的恐惧 柯志恩强调 自己参选的目的是希望使高雄更好 彰显我们对一座伟大城市的治理想象 同时立下典范 打一场美好的选战 竞争是要相互激励 不是要毁灭对方 更不是要践踏别人 成就自己 若想以此卑劣手段诽谤 污蔑他 必寻法律途径讨一公道 绝不妥协